大家好 觀眾朋友 歡迎您收看新一期的笑動劇場 我是大鵬 大家好 我是笑動劇場聯盟 北京豐台相聲樂院的相聲演員 常一博 相聲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其中有這麼一類文人形象 往往令人難忘 沒錯 傳統相聲文章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節目 它將一個不學無術 卻又愛吹噓的假文人 那表現的是淋漓盡致 下面為大家帶來的是蘇文貌和王沛源的版本 堪稱經典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 你要走在天津和平路 那是天津市的一道幹線 兩側商店林立 你看這塊匾 這是華世奎寫的 這是孟廣輝寫的 嚴修 竟是他們的 全天津市您找去 哪塊匾是我蘇文貌寫的 還真沒有 他值錢就值在這兒 值 這叫值錢呢 缺者為貴嘛 您還真能說 我不但能寫 而且我還喜歡畫 您還會畫 國畫 你說是山水 人物 草叢 花卉 工筆的 寫意的 甚至梅蘭竹菊 沒有我不行的 哎呦 您可真了不起 這就是我最大的特點 好好好 可但是 我也有缺點 人嘛 哪能沒缺點呢 我這個缺點不過還是很小漏 那麼您是什麼缺點呢 就是畫什麼不像什麼 不 您這叫缺點呢 您這叫不會呀 這是跟你說個笑話 這是客氣 您別跟我客氣 哪能說畫什麼真不像什麼 有時候我畫個美人 讓您這麼一看呢 像個美人 像周艙 這美人改周艙了 我是喜歡 說個玩笑 我遠在學生時期啊 我就喜歡書畫 原來我是美術系的 後來由於條件的關係 給我轉到中文系去了 您還念過書上過學 對 您是在哪個學府讀書啊 我啊 我是北大 北大 北大照相館 這 我上照相館幹嘛去 不是 您不是說在北大嗎 北大 北京大學 我那會畢業中文系 您哪 北京大學畢業 這 這是怎麼了 這我得問問您 問什麼 您說說這北京大學在什麼地方啊 這位對我還抱有懷疑的 不是懷疑我了解了解 哦 那我能不知道嗎 您說說 北京大學就在北京 多新鮮呢 天津大學還在天津呢 用您說嗎 我問您具體的地點在哪兒 具體地點 北京離後門不遠 這個地名叫沙灘 這是我們的老校旨 哎 這他還說對了 我還得問問您啊 問什麼 您說說北京大學的校長是哪位 我們校長姓周 周 姓周 周校長 他叫什麼呀 他叫哈墨 周哈墨 哪兩個字啊 哈就是蟲字邊一個人一口的河字 哦 墨呢 墨就是蟲字邊一個莫名其妙的墨字 周哈墨 周蛤蟆呀 對 這怎麼崩出一動了 這怎麼大力啊 您說的周蛤蟆是我們新二屆的一位老前輩 據我知道 北京大學的校長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您說蔡元培那是我們前任的校長 我上學的時候就是周哈墨 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我在我們學校裡邊是高材生 您還是高材生 我給我們全學校都露過臉 哦 您能具體的說說嗎 可以呀 您說說怎麼露臉了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 他姓康 叫康有為 聽說過嗎 那怎麼沒聽說過呀 康南海 康盛人誰不知道啊 對 我就在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臉 您具體的說什麼事 這話可早了 這是勿虛年辯政 北京捉拿六君子 康有為跑了 跑到日本 對 後來入了民國撤了通緝令 他又回到中國 是這麼個歷史 回國以後呢 要到各大學校參觀訪問 就來到北京大學 這時候我們校長一聽 康有為來 要親身迎接 讓到裏邊分賓主落座 這時候康有為開始跟我們校長談話 那麼康先生跟您校長是怎麼對的話呀 康先生說 貴校 一共有多少名高足 這是問他們學校有多少學生 對 我們校長回答 共有五百六十名蠢徒 這蠢徒還不少 他們每天都有什麼功課呢 每天除去專門功課以外 每到星期六的下午 還要讓他們各位學生 做一篇八股文章 康有為一聽八股文章 心裡很不滿意 怎麼呢 因為廢除八股文章 這裡面有康有為的主意 現在我們學校又提倡八股文章 這好像在學術上 跟康先生有點反對 有這個道理 康先生心裡雖然不樂意 但是臉上並沒有帶出來 人家是上人呢 還是滿面陪笑 是 哦 貴校校長 既然你說到這兒 康可以 哦 什麼意思這是 他要出題 哦 出題 我們校長要明白的 應該得攔住 對呀 你想康有為那多大學問 就是啊 我們校長沒攔就坡下了 好 那就請康先生出題吧 啊 答應了 康先生很不滿意 是 是 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刷刷刷 如同插柳栽花一般 寫完了我們各位學生 定睛一看 就愣了 怎麼愣了呢 題目太深了 什麼題啊 春秋題 春秋題 在古文當中 春秋題是最深的 哦 還甭說我們 那在清朝的時候 那趕考的橘子 一聽到春秋題全頭疼了 嗯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題 何況我這糟乾了 哦 對不對 那我這酸梨就更沒戲了 什麼叫酸梨 什麼橘子呀 嗯 進宮院趕考的橘子 對 文武橘子 橘子幹嘛呀 不單是春秋題 嗯 那麼還有三個要求 哪三個要求啊 第一 要二十五分鐘交卷 哎呦 這時間可夠緊的 第二 不准交頭截耳 那是怕你們作弊 嗯 第三 作文的時節不能使鉛筆 不能使綱筆 利用毛筆作文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啊 這就如同進考場一樣 啊 你文章寫多好 只要是卷子上有個墨點兒 這叫斬卷子 您聽聽這要求多嚴呢 就是 說話把卷子撒出去 嗯 開始作文 嗯 到了二十五分鐘一收卷 撒出去是五百六十張卷子 嗯 收回來的 才八十二張 才八十二張 其餘的全是白卷 怎麼呢 沒敢動筆 哦 題目太難了 哦哦哦哦 可是這八十二張卷子 我們校長還得要挑選一下 那是啊 有那個不及格的不能給外人看 哦對 校長拿過這篇這麼一看 嗯 怎麼樣啊 這篇詞句不通 哦 詞句不行 這篇字體不妙 字寫得不好 哎 嗯 這篇不錯 哦 是啊 哎呀 可惜美中不足啊 怎麼呢 有一個字落了一筆 哪個字啊 人字短一那兒 哎呀 一共兩筆還差一筆 哎 這誰畫一小王伯 嗨 怎麼在這兒還畫小王伯啊 不是這位一忙把圖畫給交上來 您瞧這份亂 選來選去八十二張卷子 嗯 只選拔五張比較好的 就這五張 您可聽明白了 嗯 在五張之內 可有碧人 碧人 碧人是誰啊 碧人就是我呀 哦 你是碧人 碧啊 對 哦 哦 你碧過一回 這 這叫什麼畫呀 你不是碧人嗎 碧人就碧過一回 啊 碧人就是我一樣 不好的地方呢 諸葛亮 哈 不是 您說這些個 這康聖人懂嗎 那能不懂嗎 他也懂這耍 他是聖人 哦 聖人全得懂 全會 康先生說 嗯 今天敬會其人之文 嗯 未會其人之面 嗯 今日康某一語高足一會 不知校長啃其次交鋒 他有什麼意思呢 要見見我 要見見你 我們校長說 哎呀 康某 哪能與才子交臂而失 如果大才子蘇君文貌 若不見的話 嗯 康某 就自殺而已 聽說 這康聖人也沒見過什麼 我們校 你蘇文貌見不見得至於自殺嘛 校長一聽要出人命 嗯 趕快見見吧 趕緊攔着吧 叫我 嗯 蘇文貌 嗯 哎呦 充我們校長一鞠躬 校長給我介紹 見過康老夫子 嗯 康老夫子 居完宮排起頭來 跟康先生一對面 康聖人一瞧我 啊 他又吃一驚 您瞧了嗎 前後二驚 這就快到天亮了 嗯 哎呀呀 啊 這位就是林高祖蘇君文貌 嗯 康聖人哪了夢了 沒見過這麼別的人呢 嗯 這個人 這個人太用俗了 怎麼用俗啊 您 您看我這嘴扁 不 您領會錯了 什麼領會錯了 康先生見到本文的作者 感到驚奇 哦 不是看我這嘴 長得別而驚奇 哦 我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 不可侮辱 他說說還來勁了 這位就是蘇君文貌 嗯 校長說正是蠢徒 嗯 康先生又跟我談話 怎麼談的呢 方才那篇大作 嗯 可是閣下大鼻封 問是不是你寫的 我說驅驅不裁 然也 驅驅啊 啊 還游户魯不裁呢 什麼 驅驅不裁 哦對 我愛走小植 這地方不能走小植 不錯是我做的 嗯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寫一篇 什麼意思 康聖人不相信 嗯 怕這文章不是我一個人寫的 人對你有懷疑 對了 那你能不能還寫一遍呢 那有什麼呀 啊 趕緊拿起筆來不嫁思索 揮筆而舊 寫完了康先生拿這篇跟那篇一對 分號不差 哦 一字不斷 哦 是我一個人寫的 他怎麼會唱 就是 就是題目太深 哦 春秋提 啊 難啊 哎 您等會兒吧 這 不是您等會兒吧 嗯 您咋剛才就提這春秋提 春秋提 嗯 也搭著我呢 不懂這玩意兒 對 是不是 什麼叫這玩意兒 不不是 就說我也不懂這個 對不對 嗯 您這麼著行不行啊 今天您藉此機會在這兒給我們各位讀一讀 您的春秋提怎麼樣 我在這兒讀讀這春秋提 您給我們讀讀啊 這 嗯 我想不必 怎麼了 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不是演出場所嗎 對 此乃文化陣地 啊 在座的念書的技多 嗯 十字的技廣 知道我們哪一位老先生 是乾清的漢林 嗯 這您放心 漢林不上這兒來 也許在座的有近視 近視沒有 嗯 也許底下有二位是近視眼 不是 您說這年頭的有著人嗎 我說我們現在的話 也就是某大學的教授 文學家 藝術家啊 如果我讀這個文章 甭說把字讀錯了 就是我把音念倒了 各位搖頭與我無方啊 因為我們周校長的臉面上不大好看 那行行了您就甭犯酸了啊 這個您放心 今天來的這些朋友都是文明的觀眾 有一定的文化修養 我們就等著聽這春秋提呢 春 康上任出的是春 以正月為春 有這麼幾句 哪幾句啊 正月 這我得攔您一下 怎麼出來正月了 春王正月 從這兒說 正月里來正月正 我請小妹逛花燈 花燈是假的 妹子是真情 妹子妹子 一呼雅呼二嗨 哪位您不懂您舉手啊 沒有舉手的 都懂 就衝您這妹子妹子 我們全懂 我對的是秋 你的秋怎麼對的呢 以拔月為秋 您說說 有這麼幾句 拔月 拔月呢 上口了 唐伯虎是我們熟悉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他最大的成就啊 是在詩歌和繪畫方面 但是也因為他才華横溢 所以呢命運多船 一直在文藝作品中啊 有著頗高的出鏡率 沒錯 提到唐銀唐伯虎啊 我就想起了一段 李偉健老師表演的單口相聲 哦 叫唐伯虎點秋香 特別的精彩 我們大家一起來欣賞一下 故事發生在什麼時候啊 明朝成化年間 在蘇州城有一位大才子 姓唐銀吟自伯虎號桃花安主 唐伯虎啊 十九歲娶妻 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他的妻子 父母妹妹相繼去世 叫說唐伯虎也夠慘的 二十多歲 就孤門孤戶一個人了 但是唐伯虎這個人呢 才貌雙全 都說他是財儒子見 貌比攀安 子見誰啊 曹子見 曹植大學問 潘安呢 古代的五大美男之一 漂亮 唐伯虎少年高地 名重一時 在蘇州城打聽 沒有不知道的那名聲就大了 名聲一大 數大可就招了瘋了 把誰招來了 寧王朱晨豪 朱晨豪咱不過多的介紹 朱元璋的後代 我一說您就明白了 王爺 請唐伯虎到南昌 輔助自己 唐伯虎還真去 朱晨豪啊 將其是奉為上賓 凡事都與他商量 但是唐伯虎這個人呢 由於受性情所致 經常跟這朱晨豪倆人啊 鬧得是不歡而散 這一天 正好是端午節 唐伯虎換了這麼一身新衣服 頭戴方巾 拿著扇子 坐著一秤小舟 就來到了虎丘山 這個虎丘山可是蘇州的第一名山 尤其是山頂上的雲岩蟬寺 香火鼎盛 這個地方太熱鬧了 唐伯虎這兩只眼睛啊 都看不過來 那真是兩旁的山石高耸 古樹林立 近鄉的黃童白嫂 紅男綠女不計其数 各種做小买卖的也是應有盡有 唐伯虎啊 哎呀玩的這叫一個美啊 眼看著就要來到寺門口了 就聽見山背後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這好壞 呦 怎麼這麼熱鬧啊 唐伯虎回頭這麼一看 就見從山底下上來了一乘大轎 是四乘小轎 走在前面的是這麼幾個賤卜 什麼叫賤卜啊 就是身體健壮的卜人 一邊走一邊喊 哎 嚷嚷來 嚷一嚷謝謝 呼 奔山上邊就來了 就見這個人群啊 呼啊 就像有人維持制製一樣 形成了這麼一條人胡同 唐伯虎呢 也隨著這個人群往後退 他就看邊上有一座小买卜呢 砰一把把這位鑽 哎 我說這位小哥 這是什麼人呢 這麼大鎮事 哦 這你不知道啊 這是華夫人哪 華夫人 哪個華夫人呢 華羅庚的夫人 傻的呀 蘇州華太師府華夫人 哦 唐伯虎聽說過 華太師 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員 想當初也是位高權重的人物 如今告老還鄉歲數大了 定居蘇州 那後邊這四乘小轎呢 四個丫鬟呢 啊 丫鬟也做轎子啊 那這分什麼丫鬟 這四個丫鬟 那老夫人的切身小棉袄 跟四個青龜女一樣 尤其是這三丫鬟秋香 長得太漂亮 誰要把他娶回家去 哎 誰家祖墳都冒青煙 你見過什麼呀 什麼就冒青煙呢 他們這兒聊著 五乘轎子已經來到了寺門口 轎杆撤下去 轎帘這麼一掀 打這大轎子上下了一位老夫人 年齡在五十歲開外 穿的是零鑼绸缎 顯得那麼富泰 在後邊跟這四個丫鬟 都是十五六歲的模樣 走前面這倆丫鬟呢 相貌平平 唐伯虎也沒往心裡去 等第三個丫鬟秋香 映入唐伯虎的眼簾 唐伯虎這腦袋嗡一下子 耳朵字 鼻腔裡頭 那位說你怎麼那麼多相聲詞 不多 唐伯虎當年看見比我還多呢 為什麼呀 秋香長得太漂亮了 那真是面如芙蓉 眉如柳啊 一雙大眼睛 就好像兩顆白水銀當中 含著這麼兩顆黑水銀 靈動至極 一身淺粉色的衣褲 顯得是淡雅大方 這姑娘好就好在呀 浑身上下你挑不出毛病來 眉毛鼻子眼睛嘴 腰板身條胳膊腿 你從哪個角度上看都是最佳的效果 美得那麼無死角 唐伯虎啊 倆眼睛都瞪直了 不錯眼珠啊 這做小買賣的還問她呢 誒 我說這秋香長得漂亮 你今兒怎麼樣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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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誒 誒誒 你都虧了心了 打看見你這眼珠都沒動過 才落得還行啊 我 我 我鄙視你 這做小買賣的在她面前 咿著瓦剌這腿說唷 唐伯虎就看見她嘴唇亂動 說什麼一句沒聽見 怎麼呢 她竟想自己的心事了 誒誒 唐伯虎啊 唐伯虎 都說你妙筆生花 你畫過這麼漂亮的美人嗎 你看秋香長得多漂亮 你看看這個輪廓 啊 這個骨骼 這個肌肉 啊 你看這個走路的這個姿態 你再看這個背影 誒 我要畫一幅秋香的背影 這是多麼的迷人哪 那位朋友說了 畫臉哪 畫後背有什麼迷人哪 這您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有這體會 我要是走到馬路上 啊 尤其這二環邊啊 走著走著看著一位女性 苗條身材的背影 我總有一種願望 我希望她能回頭 看看她長得怎麼樣 如果半天都不回頭 怎麼辦 對 我就緊走幾步 回頭看看 她不回頭 我回頭 你看人都有這種好奇的心理 你看我這兒一說 特別是男性的觀眾 樂了 有的雖然沒樂 也有這體會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一說到這兒啊 有的朋友嘴唇就發乾 嗯 您不信 你想那大哥之舔 人都有這種心理 好奇嗎 唐伯虎就想 我要畫一幅 背影 美人 您還別說 畫美人畫背影的 就是唐伯虎一個人 他這兒想著 這功夫可就大了 老夫人他們進香完畢 出來以後坐孝子 準備走了 唐伯虎才如夢方醒 哎呦 我跟秋香還沒說句話呢 怎麼著這就要走啊 別急啊 我怎麼著也得搭訕搭訕呢 腦子裡想著 腳底下可就奔這邊來了 啊 兩隻手啊這麼伸著 倆眼直勾勾就往這邊走 老夫人他們真是害怕 心裡話這人怎麼回事啊 人家的普人不樂意了 過來撒人砰砰砰 把唐伯虎給攥住了 你幹什麼呀 啊 我幹什麼 我得跟秋香說句話呀 他長得太漂亮了 我問他樂意不樂意嫁給我呀 他要樂意我們就拜天堂拜地堂 拜完了天地入洞房 這是他心裡想的 嘴上可沒敢這麼說 啊 我我我幹什麼 我我上茅房 你管著嗎 說完這句話呀 唐伯虎臉都紅了 我這不是不講理嗎 要說還是老夫人能壓手 哎 劃三劃四劃五 把手鬆開 拉拉扯扯的 成何體統啊 還有點大賊門的樣子嗎 罰你們仨 每人罰二兩銀子 秋香啊 今天咱們進香花了多少錢呢 回老夫人 一共花了六兩 哦 二三得六 嗯 這算齊了啊 撒普人一聽拿我們湊琴了 鬆開吧 鬆開吧 鬆開了 燒香拜佛 咱們是來求善緣的 怎麼能夠與人發生爭執呢 來來來 讓這個年輕人過去 老夫人這麼一讓 唐伯虎倒覺得不好意思了 哎哎哎老夫人 您是長輩還是您先請 啊不 年輕人 你著急 你先請 啊不不 您先請 啊不 你先請 您先請 你先請 您先請 老夫人說幹嘛呀 咱倆提線木偶啊 行了 你要不著急 我就先走了 眾人們扶著老夫人上轿 丫鬟在後邊跟著 等秋香轉到唐伯虎的跟前啊 唐伯虎還這模樣呢 秋香一看 哎呀 先說這個相公也看著是個文弱書生啊 是個有文化的人啊 怎麼辦事這麼毛躁啊 你看這個樣子 多麼的滑稽 噗哧 秋香啊笑了 唐伯虎一看 這可是一笑了 各位唐伯虎三笑點秋香 這可是一笑 這一笑笑得唐伯虎啊 是神魂顛倒 笑得他是半身酥麻 笑得他連北都找不著了 唐伯虎看著秋香一行人等 坐著轿子下山了 他可為難了 怎麼呢 我是追啊還是不追啊 不追我跟秋香這緣分就算斷了 追 我一堂堂的借圓 滿山追大姑娘玩 再者說了我追上我怎麼說啊 人家家裡人又把我攥住了 砰砰砰 問我你幹嘛呀 我怎麼說啊 我我我還上毛髮啊 多丟人呢 哎呀左右為難 可是這幾乘轎子 已經來到了山根底下了 唐伯虎真急了 一哈又蹭把鞋脫了 一抬手 嘟扔上去了 幹嘛呀 我算一掛吧 鞋落下來 鞋尖要是衝廟門呢 我就追下去 鞋尖要是衝寺廟啊 那我就進廟燒香 只當什麼事都沒發生 哎人的命天注定 我一天聽老天爺的 嘿嘿 就看這鞋往哪兒落了 不對啊 怎麼還不下來呀 抬頭這麼一瞧啊 哎呦 這鞋刮到樹枝上了 在上的還晃悠呢 喝唐伯虎心裡這凹頭 也不能再耽誤功夫了 他把心一橫 愛誰誰吧 一隻有鞋 一隻光腳 一抬腿 蹬蹬蹬蹬 追下來了 追到了河邊 眼看著這大船呢 離岸了 唐伯虎抬眼這麼一望 看見秋香和眾丫鬟 都在這船上呢 唐伯虎近乎看秋香了 腳底下的水坑也沒看見 腳底板一環 一大馬趴就摔出去了 這一下摔得可不輕啊 唐伯虎啊 摔慘了 帽子也掉了 扇子也撕了 衣服也扯了 滿臉的泥啊 倆眼睛之冒金星 摔得唐伯虎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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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剛才這趟跑 好傢伙從山上的追下來 啊夠勁上氣不接下氣啊 問題是我白追了 人家秋香坐船走了 我還怎麼追啊 我跟秋香啊 這就算完了 我們家祖墳呢 也甭打算冒青煙了 要真打算冒煙呢 我就燒把樹葉子得了 就在他萬念俱灰的時候 從這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陣歌聲 是那種沙啞的歌聲 啞成什麼樣 就給人的感覺特別難受 憋屈 聽完了以後 有火發不出來的那種啞 妹妹你大膽你往前走啊 往前走 我回啊走 唐伯虎順著聲音望去 就見魯尾邊上 有一支百渡小船 在船上站著這麼一個大漢 正在那隱行高歌呢 唐伯虎一瞧 哎呦 這是我的大救星啊 趕緊吧 撐愣他就站起來了 這會兒哪兒也不疼了 三步並坐兩步 來到這小船邊上 一使劫本 他蹦到船上來了 上來就喊快走快走快走 這大漢正在這兒唱著高興呢 讓唐伯虎給打斷了 滿臉的不高興 快走快走快走 什麼臉快走 不是你這不是百渡嗎 是啊 那也得問問價錢呢 還問什麼價錢 打表就完了嗎 啊 你拿我當出租車來 哎那可不行啊 我這是百渡告訴你 一口劑一兩銀子 好好給你一兩啊 快走快走 看見了嗎 前面給我追上那艘大船 嘴船啊 二兩 好給你二兩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啊 三兩 你這比房價長得都快 行行行 甭說三兩 來給你五兩 趕緊追趕緊追 這大漢一看就五兩銀子 真賣力氣 沒一炷香的功夫 就來了個船頭哀船尾 追是追上了 怎麼跟秋香見面啊 人家都在船艙裡頭呢 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 這不太可能啊 我站這扯脖子喊 這也太唐突了 這可怎麼辦呢 哎哎 他抬眼一看見這個大漢呢 有主意了 我說這位大哥 剛才您這歌唱得可是不錯 大漢一聽這話 一屁股差點坐在河裡頭 你從哪兒聽出來 我這個歌曲唱得好啊 啊 我這是沉魚落雁的歌曲啊 碧月修華的嗓門 哎 我這是大拆的聽了跑啊 大魚的聽了夢 大姑娘聽了罵 老太太聽了哄 我是上不了天面進不了歌廳 我這算自娱自樂 哎 那要是有人花錢請您唱 您唱不唱 哼 你可別開玩笑了 誰那麼缺心眼啊 你以為都跟王元博似的呢 謝謝 你別那麼開玩笑了 哎不開玩笑 這樣我拿出十兩銀子 剛才加上那五兩一共十五兩 您要唱得好我還加錢 不是怎麼著你真想聽啊 真想聽啊 那我可就唱了呀 唱吧 咪咪咪咪咪 別說我唱啊 那吵誰唱啊 吵那大船唱啊 還告訴您這詞不行 唱什麼詞啊 福爾過來 這唐伯虎啊 對著這大漢耳語了幾句 這大漢聽完了直皱眉 哎呦我說這位先生 您跟這個大船上的人有什麼仇啊 那你甭管 讓你唱什麼你唱什麼啊 還告訴你 秋香這倆字一定要清楚 哎聲音洪亮 行 不是這要捅了娄子可怎麼辦 我盯著啊 啊兄來 既然您盯著我就敢唱了 呵這大漢 把胸脯怎麼一舔 戳開嗓子 連喊帶唱 秋香 我想你 秋香 我想你想的 咬水酒 秋香啊 我心裡邊樂的是有啊有啊有 我嘴裡邊 井根是狼幹里根狼 秋香他不說話是對著我來笑啊 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 抱一抱那個抱一抱啊 抱著我的秋香上花角 唱的這叫一個難聽啊 唐伯虎啊只堵耳朵 就這個還招手呢 那意思接著唱 這大漢的真實在 一遍一遍的就唱了 那麼她這麼唱有沒有人聽見啊 當然有了 老夫人回到船上 累了 家人們伺候著剛睡著 她在外頭唱上了 老夫人機靈一下子就坐起來了 心裡話什麼聲啊這是 誰褲子撕了 不是 喊冤呢 也不對 罵街 不不 好像啊誰拿那個鏟子夸著鍋底 哦 泡沫塑料蹭玻璃吧 呵 老太太把這點難聽的聲都想起來了 其他人 普人也都聽見了 誰也不敢樂呀 可把秋香替壞了 心裡話誰也這麼討厭 當時這秋香 端著老夫人這盆洗澡水就出去了 也沒看是誰沖著這小船 嘩一下就泼下來了 這盆水一點沒遭去 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 給唐伯虎來了一落湯雞 啊 順著唐伯虎這臉呢 只流泥湯 那位說老夫人這腳怎麼那麼髒啊 不是 不是不是 他不剛才摔了一大馬趴嗎 滿臉是泥啊 這會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湯啊 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 倒水了 全失了 你不該用水把我嚼 倒水了全失了 你的這水味兒不好 哎呦 吸過腳 這工夫 春夏冬撒丫鬟都跑出來了 帶著十幾個普人一人一盆水 這吐又 嘩嘩嘩 嘩 嘩這這大汗都急了 張嘴枝啊 別撲 別泼呀 又一大盆水嘩下來了 這一下啊 這大汗熬了一嗓子都蹦起來了 這一泼 落地之後滿臉通紅啊 都快哭了 哎呦 親吶 別拿開水泼呀 秋香看著他們這狼狽的樣子 又笑了 常伯虎一看 二笑了 看樣子我跟秋香這段緣分 有戲 和一個人說再見 是董建春和李丁去年創作的節目 題材非常新穎 表演方式啊 也是一貫的無厘頭 哎 他們的節目呀 總是想觀眾所想 說觀眾所說 讓大家有一種強烈的代入感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隨便找一姑娘 我跟她聊兩句天 立馬就跟我走了 哎呦 你要點臉行嗎 你要點臉 還哪兒都跟你聊兩句天 還不信 哎姑娘 一會兒咱上北新橋吃鹿煮去 一言為定啊 別問了你建春 你能不能上點檔次啊你 怎麼了 小傢伙都什麼玩意兒 鹿煮炒乾燉調子 還沒這門票貴呢 你還約人出去吃吃飯去你 幹嘛你嫌我窮啊 我嫌你味兒建春 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嗎 不都點頭了嗎 誰點頭了建春 他們都說了 你尷尬嗎你 不是他們 反正我習慣了 你習慣幹什麼呀 人家都同意了 誰同意了 你不教我脫單嗎你 對啊 你教我脫單 你跑這兒畫美食地圖幹嗎呀 不是 說的還挺清楚 還上新街口吃去看 不是美食地圖 我是告訴你啊 在飯館裡吃飯 這玩兒有氛圍 你吃的都是下水 有什麼氛圍呀 我就清楚你圍著氛呢 你這不是氛圍著嗎 誰說原來 那麼多愛情的浪漫電影 那浪漫的場景 都是在飯館裡頭 對對對 電影是在飯館裡頭 對吧 那沒有你這飯館啊 你電影裡邊都這麼演是嗎 怎麼著 肉死 我看你氣色不太好 來我專門給你點了一個 八二年的廢頭 來都吃了都吃了都吃了 都吃了 八二年的廢頭 都周驅了都 你別老自己瞎眼睛 哪有這樣的 我得教你怎麼脫單呢 你怎麼教我脫單呢 啊 你想你吃這東西啊 蘆蜀炒乾燉調的 你還教我脫單呢 對啊 你先想想自己怎麼脫貧吧 朋友 你甭管我 我不是主要的 你不想找對象嗎 你不想脫單嗎 是脫單 脫單沒那麼容易 誰告訴你 只要一越少吃鹿主 就脫單了 誰告訴你 沒那麼容易的 就是複雜的 脫單其實很簡單 怎麼簡單 現在的這個女孩啊 找這個男朋友 一般都只會關注這麼幾點 那幾點啊 有沒有車 有沒有房 有沒有存款 父母是否健在 家裡幾口人 有沒有穩定工作 長得怎麼樣 那麼明確的這些問題 你是不是覺得脫單 就容易多了呢 我覺得我絕望了 一行 太多了這條件 你別害怕呀 再簡單一點啊 其實脫單 最主要的就是兩點 哪兩點 要麼靠嚴 要麼靠錢 誰告訴你 怎麼就這麼簡單呢 電影裡不都說了嗎 哪電影裡說了 看過梅公河嗎 看過呀 看過是吧 看過韓戰嗎 看過呀 忍者神龜 看過呀 喜氣洋洋過舌年 這都什麼電影啊 這都是 喜氣洋洋過舌年 沒看過 沒看過 就這電影說的 你騙大傻子嗎 電影 不是騙你 這人家網上 現在傳 網上都有 網上都說過這句話 都說過這句話 靠錢靠岩是嗎 脫單 要麼靠錢 要麼靠岩 這兩種 當然啦 這兩種啊 因人而異 可以選擇 有的人是靠岩 有的人是靠錢 像我吧 我這個人 就得靠錢 我不能靠岩 這為什麼呢 因為大夫說我這個血壓有點高 所以我不能靠岩 我吃ho了之後 這個對嗓子 你靠哪個眼 電川 你靠綠化納脫單是嗎 不少一話也可代表了是吧 怎麼還有話 你跟文杰烈夫談戀愛 是嗎 文杰烈夫都出來了 哪個眼啊 不是不是那吃的眼 應該是 靠岩質 我沒有岩屎 我說岩質 靠岩屎更不像壞了 我不靠岩質 我靠錢 靠錢 因為啊 這個岩質高的人 都認為應該靠錢 這個長得帥的人都靠錢 因為長得帥的人 他們本身不缺岩質 這你明白嗎 哦 嗯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們本身長得已經很帥了 他們還找不著對象 他們就會把問題想到另外一點上 所以你覺得你 我覺得我應該靠錢 哦 但你有了錢之後 你知道怎麼應該脫單嗎 我不知道 我沒錢呀 我哪能體會出來呢 你現在是沒錢呀 你以後你可能有錢呀 以後 你想像一下啊 你在九十年以後 你特別的有錢 然後你在外頭啊 不是 我在外頭啊 我都在關在裏頭了 我九十年以後 怎麼了 太大了 九十年以後一百二十多歲了 你得靠錢呀 我靠命吧 我 靠什麼 我九十歲 我脫不脫單不重要了就 那時間短點 對對短點 短點 十年以後 這行 你十年以後啊 特別有錢 有一天你在飯館吃飯的時候呢 你就勾的這服務員 哎 你就跟他啊 我幹嘛非勾的服務員呢 你可你不明白 我脫單 我逃單呀 我事兒 你逃什麼單呢 我 我的意思是 你不有錢了嗎 我有錢了 這樣你幹什麼事啊 都會顯得特別的簡單 所有的勾的服務員 對對對 明白了吧 你就跟他炫富 哎 表示你有錢 不會不會不會炫富 沒錢 我現在找不著炫富的感覺 說都不會 再給你降低一點難度 怎麼 你不光特別有錢 你長得還特別帥 還特別帥 長得顏值高啊 長得好看 怎麼長得好看就簡單 你一看你這人 你比如說啊 你走在大街上 不小心撞一個人了 不小心啊 把他這個包裡的金磚撞掉了 你低頭幫人撿金磚的時候 抬頭一看 這人長得特別帥 是不是瞬間就對他產生了好感 金磚那個環節 我就已經愛上他了 我還看他長得什麼模樣幹嘛 你還是不明白 就是說顏值高 給人留些的第一印象好 哦 這樣的話你就更簡單了 我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明白了 哎就是說啊 你有錢 我有錢身價過億 身價過億 而且長得特別帥 但是苦於一直找不著對象 找不著對象 於是一天來到飯館購得服務員 咱們來模擬一下這個場景 不不不不 有點疑問我 怎麼了 我長得特別帥 對呀 我還特別有錢 我身價過億 沒錯 我還找不著對象 我是不是有什麼病啊 你怎麼不理解 咱們模擬一下這個場景 為了讓你以後能找的對象 我不教你這方法嗎 我明白明白明白了 明白了 我扮演一個服務員 你在這飯館吃飯 然後你勾搭我 我勾搭你行行行行 今天飯店來一帥哥 長得特別好看 姑娘 就是他就是他 咱們先生 讓我親你一下 你這也太直白了吧 啊 勾搭你啊 你得稍微婉一點明白嗎 好 微婉一點微婉一點 今天餐廳來一帥哥 長得特別好看 姑娘 怎麼了先生 姑娘 聽說了嗎 北京喜劇融幕大賽 過年的時候 有象徵晚會 機會難得呀 對了 讓我親你一下 你跟剛才不一樣嗎 你先多聊兩句 天兒怎麼了 怎麼多聊兩句 你看不知道聊什麼 我教你啊 你就跟他說呀 你老給家裡的長輩 花好多錢 這麼聊 這樣顯得你既有孝心 又有錢 這多好啊 真是個心情 明白了明白了 今天餐廳來一帥哥 長得特別好看 姑娘 怎麼了先生 姑娘 你知道嗎 就去年清明節的時候 我給我老爺燒了一個億呢 那管什麼用啊 我老爺高興了 跟夢裡邊翻跟頭 你有病嗎你 好家伙 好家伙 我清明給我老爺燒十億 他夢裡也沒上房啊 你這聊天 你怎麼講 哎呦 這樣 你不來飯店吃飯的嗎 我吃飯啊 你還是直接點菜吧 我點菜 但是你要挑那個貴的點 顯得你有錢 明白了吧 這套路都是套路 姑娘 咱們的先生 你怎麼沒說特別帥那句呢 因為我可能碰著一個假帥哥 什麼假帥哥 你趕緊點菜啊 趕緊點菜 你要點點什麼 姑娘 我點貴的 給我來一盤藍波基尼 創死你 給我來一個回鍋波音747 李丁你是特缺鐵是嗎 還回鍋的波音747 那不是能吃嗎 點貴的嗎不是 那也得是個能吃的菜呀 這這這 先生我給您推薦一個 我們這兒店裡最貴的菜 是惠靈燉牛排588一位 哦 這個燉牛排這麼貴呢 烤的有嗎 烤的多少錢呀 我們這就是烤的 惠靈燉是一個地名 哦 不是一個叫惠靈的人 給我燉的牛排是嗎 要不把會大廚叫給你瞧瞧 也行啊 行什麼也行 這都不懂 哎呀你這這還是換一種方法 你讓他呀 你讓你假裝 你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吊在這個店裡的 讓他幫你找 哦 對這行 對這好 哎 姑娘 哎怎麼先生 那個啊 我的那個神舟十號不見了 你看是不是吊 吊店裡邊了吧 你再把店砸塌了 別說你沒有神舟十號 你要真有 你能把它丟了也算能呢 什麼呀這都 不是我就不明白 我幹嘛非得找他幫忙呢我 那你你不為了沒話搭個話嗎 我不會搭個話呀 你看搭話最容易的最好辦的 就是要麼誇這姑娘長得像明星 要麼說你的愛好 要麼就是讓他剛才說那個 讓他幫忙 這三種 你早說你早叫我這三種不就完了嗎 對吧 三種我都用了還不行嗎 那更好啊 哎姑娘 哎怎麼先生 我發現你長得特別像那個李金斗 你還說愛好吧 你平時幾萬抽風嗎 算算算算 你還讓他幫忙吧 要不你幫我把飯錢結了吧 別養了